现在湾区房价一直在降 是不是要赶紧卖房子呀 真不一定 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首先看你是投资的还是自住的 那如果是自住房刚买了新房 要把旧房子给卖了吗 首先要看你是不是家里急着用钱 或者你买了一个新房子 每个月还贷压力很大 减轻你的还贷 把房子卖了 把钱拿进来 如果不是这样 那第二个问题 看你有没有更好的投资的产品 稳定的安全的回报率高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房地产还是不错的一个资产 可以想一下继续保留这个房子 保留这个房子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还是挺多的 打个简单的比方 100万的房子持有5年 涨到200万 把这个房子卖了 除去你要交的税 还有各种各样卖房的成本 这个很可能就是房价的10% 你卖了房子拿到手里的钱 很难再买一个同样的房子 再有一个 以前的利率特别的低 如果你当时锁定了一个很低的30年的贷款 这个今后的30年 基本是用低成本在使用资金 很大的一个优势 另外房子持有一段时间以后 房地产税也是一个优势 因为每年房地产税涨幅不能超过1% 所以时间积累下来 你的房地产税相当的低 你卖了房子再买其他的房地产税 一下就提高了 保留这个房子 还有一个地方要看的 就是现金流 把这个房子租出去 你每个月的收贷的钱 能不能cover你所有的这种成本和支出 如果不行 自己要填很多钱 这个倒是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把它给卖了 第四个呀 就是这个房子的增值程度 如果你现在的房子不太增值 10年以后还差不多的价格 那不妨把它给卖了 换一个有潜力增值很大的一个地区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 第五个就是考虑你要交多少税的事 一个房子如果是自住的 5年之内住满2年 一个家庭就享受25万的免税额 等你不住的时候 又想享受这25万的免税额 你要在之后的三年之内 把这个房子卖掉 如果不卖呢 作为投资房 那就要考虑今后1031 exchange的房屋交税严税的事 所以呢卖不卖这个房子呀 需要把这个税务的因素 也拿入到考虑当中 如果只有一套房要不要先卖了 租房子之后再抄底呢 我觉得这种想法啊 几个月前还是不错 那个时候是房价的非常高的时候 大家都看好这个市场 但是现在房价已经调整下来了 再往下有多少空间 这个真是未知的 基本有10个人 9个人看空市场 所以在现在卖房子呀 一定会被砍价的 卖不出一个好价格 投资房现在是需要卖吗 我觉得现在投资房 可以进行一个置换 比如说你现金流不好的 这种投资房 那可以置换一个现金流好的 地区不好 增值潜力差的 你可以换一个有资源 有学区 有交通位置的这个房子 现在的时点还是不错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进行一个资产的整合 把condo single family 把它换成一个多单位的物业 那对于有很多房产的人 你有什么建议吗 现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去杠杆 如果你贷款 贷了很多去买房子 每个月的负担很重的情况下 你适当的可以减持你的房产 把房子换成现金 保持你每个月的现金流 是安全的 稳定的 不要说每个月填很多的钱 因为一旦危机到来 你每个月填很多钱的话 心理承受压力会很大 所以你守不住这些房子 另外手里有多一些的现金 不管什么时候 手里有现金就是有机会 如果市场发生大幅度的回调 你手里有子弹 可以吸纳更多的优质的资产